秋天到了 現在火鍋業者也是祭出優惠 麻辣鍋他們是要結合了雙十廉價 身分證的後四碼加起來是多少 就要送多少隻匣子 如果是十的倍數的話 還要再多送十隻 而另外一家日式鍋物 他們是說99塊錢就能吃到 生食等級的北海道干貝 燕紅色的麻辣鍋漂浮著辣油香料 冒著白煙熱氣 光聞到就挑起食欲 裡面放了燈籠椒 大紅袍等數十種香料 澳洲純血和牛微微涮一下 吸飽湯汁的肉片 正是吃火鍋的精華 秋天到業者推優惠來搶食 雙十廉價要到了 現在來餐廳用餐 只要身分證的後四碼 加起來是十的倍數的話 可以另外獲得十隻蝦 像是我的身分證後四碼 加起來是三十的話 總共可以吃到四十隻蝦 幾隻三十 四十 很優位 就四十隻啊 很多啊 金黃色的剝皮辣椒雞湯 濃郁微辣香氣 撲筆而來 裡面放了雞腿肉 蛤蜊 湯頭甘醇鮮美 搭配各種食材都很合適 大海蝦放到湯裡SPA 凸顯海鮮的美味 滋味更升級 南部的分店 其實每一家店 都是各送出四百多隻一天 所以非常的壯觀 每天的話 其實都有七八成滿了 那我們有保留部分的 一個現場定位 一個民眾 重口味愛好者偏愛四川口味 若想來點清爽滋味 另外一家業者則主打日式鍋物 七味粉和味噌調製的日式麻辣鍋 加入吃巧克力 香草的澳洲澳丁牛 簡單 剩一下 牛肉吃得到香草氣味 還可以放入海鮮 這四顆生食等級的干貝呢 現在做促銷 只要花九十九塊錢 就可以連這個豆子以及飲料一起吃到 原價的話它總共是值五百二十三元 現在的話 它是用九十九元就可以換到 豆漿混合蛋蛋醬做成的豆奶鍋 吃起來鮮香 把日式小點心 長期蛋糕下鍋烹煮 Q彈又有蛋香 還有這個土雞肉蛋餃 吃起來鮮美扎實 火鍋市場競爭激烈 業者拼商機 祭出折扣要吸引消費者上門 東森財新聞 劉子彈林浩宇 台北報導 佐治35 6月5日 5日 0日 5日 4日 3日 5日 5日 4日